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能够处理一年制造900万张身份证的工作量 以应付未来可能的移民改革计划的需求 这项公告表示 移民局未来5年 每年需要至少400万张身份证 整个合约估计需要3400万张 新iPhone电子钱包启用 苹果公司的电子支付系统Apple Pay昨日开始启用 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增加了这项功能 用户可在全美22万多家商店使用Apple Pay付款 包括麦当劳、Whole Food超市、Walgreens等 目前Walmart和星巴克等连锁店仍不接受 华裔医师创举3D打印一眼问世 Miami大学医学院华裔眼科教授知名眼科重建医师谢征斌 昨日在美国眼科学会年会中发表全球首创的3D打印一眼 新的3D一眼价钱单只不会超过500元 材质更加柔软房屋 使用期限估计可维持10年 奥运跳水冠军变身淘宝店主 今年6月 一个署名劳力师标题为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的帖子 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奥运冠军已经从政科级干部辞职 新的身份则是淘宝店店主 三个月后 劳力师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此时他已成为阿里巴巴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8位敲钟人之一 创业新方向软硬件结合 北美高层次人才交流协会 连续5年在硅谷创办创业大赛 帮助人才创投及市场对接 协助创新创业 交流协会昨日在Losautos举办媒体会 秘书长孔德海发表最新观察 指出过去几年 风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创业模式已经逐渐退潮 今后的创业项目可能偏重软件与硬件的结合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